這是一片遙遠的大陸 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市場 大廠非洲的大陸是2010年 特別的遼闊 非洲要去建立一個物流的體系 它的挑戰是什麼 不要說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這個道路 這個城市和那個城市 它也是不同路的 您在2016年 把非洲的非常優質的農產品 帶到中國來 塔塞尼亞農業部 我一走進農業部的那個大廳 它在牆上有句話 農業是一種生意 他們就作為一個國家的戰略問題 來考慮 非洲慢慢開始融入全球經濟體化的 一個組成部分 這個裡面跟中國的牽引 中國的帶動是分不開的 走向世界各地 走向未知 機遇和挑戰 中國經營者本期嘉賓呂翠峰 講述他與非洲的故事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走進本期的中國經營者 我是劉燕 中國同非洲的多數國家 都有著親如兄弟的友誼 早在十幾年前 中國就為多個非洲國家 提供了實實在在的援助 2013年的一帶一路倡議 更進一步地推動了中非的經貿往來 今天我們節目所邀請到的這位嘉賓 他被稱為是非洲女王 他的公司是最早一批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開展物流業務的中國企業 讓我們來歡迎本期嘉賓 呂翠峰 歡迎呂總 同時要歡迎我們今天的 特約評論員 華東師範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余南平教授 歡迎您 呂翠峰 2002年創辦青島私瑞物流 專門從事項目工程物流 重大件運輸 海洋油氣化工 供應鏈管理等業務 2010年 呂翠峰第一次走進非洲 開啟了在非洲 建立物流王國的旅程 短短十幾年 他運營了非洲 30多個國家的海外項目 也因此在業內獲得了 非洲女王的稱號 您的企業 包括您個人 和非洲 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開始結緣 我覺得我們和非洲的結緣 還是比較早的 在我們真正的去非洲 創立自己的分子機構之前 我們在非洲 已經開展了很多的業務 那時候很多的業務 也非常感謝我們 山東有個很知名的企業 叫中國重器 它那時候也是把很多 自己的國產品牌的車 是賣到非洲去的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是承接了它很多的 物流的業務 那麼所以這過程當中 我們對非洲就有了很多的了解 那呂總 您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 是什麼樣的感受 我真正的踏上非洲的大陸 是2010年 那我還記得那時候 正好是南非的世界盃足球賽的 開賽前期 我先去了南非 然後待了幾天之後 又直接去飛了 它旁邊的國家叫 納米比亞 去納米比亞的首都 溫德霍克 在溫德霍克也待了一天 然後也從溫德霍克再轉機 你飛到另外一個地方 這個港口叫金灣港 就它那個國家的一個港口 金灣港 那從金灣呢 我們也在那邊去做了一些 當地的合作夥伴的一些交流 對強烈的感受就是異語風情 感覺說特別的遼闊 人人比較稀少 野性 對就是人的 你會感覺說那邊的人的 這個膚色也不一樣 然後說的語言不一樣 就是它的人文的風情也完全不一樣 然後那邊的整個的環境 也是跟你在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 余教授您對於非洲的印象 或感受是什麼 我們是做這個整個全球 或者叫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時候 肯定要看到非洲 這樣一個大陸的這個 整個的經濟發展現狀吧 非洲在過去幾十年當中 大概一直在扮演這樣一個 就是聯合國所定性的發展元素角色 裡面一直這麼角色 但是過去十年呢 有很大的變化 這個變化就在非洲慢慢開始融入 全球經濟體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個裡面跟中國的牽引 中國的帶動 包括中國的整個的 跟非洲的融合是分不開的 雖然距離很遙遠 但是我們知道 這個供應鏈它沒有那麼遙遠 比如說你供應鏈可以在海上飄一個月 它可以連續 所以我想這個可能是中非合作 其實為全球化 或整個的中非的經濟的一體化 它提供很好一個現實的寫照 所以有更多的這個可能性和空間 當然也需要更多的中國企業 能夠去真正的去助力非洲的發展 其實我看到有一張這個照片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我發現裡面不同的這個膚色 就是不同的這個 感覺給人的衝擊感是很大的 所以對您來說 要去管理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膚色 不同的文化 有些什麼樣的挑戰 或者什麼樣有趣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實際上挑戰是非常大的 就我覺得走入非洲 他們從小生活的這種環境 它受教育的程度 它的思想意識 它的很多的認知水平 就跟我們是完全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還是走一些彎路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派過去的中方的 這種管理員工 可能習慣性的到了那邊 就那個小黑 這個小黑 就會這樣去叫他們 後來我們就在公司總部 專門開高管會 探討了三次 修改了我們公司的一個 我們的這個核心價值觀 因為我們公司叫Smart 英文叫Smart Cargo 那個Smart Cargo 原來僅僅就是一個 就是這樣的一個單詞 那後來我們就把這個Smart 就把每一個單詞 都賦予了它的一個 英文的含義 那我們在Smart那個R裡面 我們就用Respect 就是尊重 包容 這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你的膚色 我要包容 我要尊重 你的宗教 我要包容 我要尊重 我們是想這樣來 和大家做成一個Family 或者一個Team 在海外跟你們一起去奮鬥 去並肩合作的 這個還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句話 叫真誠是最大的必殺技 最終我相信 他們也能感受到我們的真心 對 對 我記得去年三八婦女節期間 正好我在非洲 那時候我們那邊的女員工 女士的員工還是蠻多的 我記得我們那邊的 國家總經理是個94年的 算是類似小伙子吧 還暫停年輕的 也是90後進入管理層了 94年 然後他也是非常有創意的 他們就給我們當地的 那二三十個女士的同事 然後就給他們定制的 當地非常有特色的 這種類似於這種裙子 但是他就類似於是 很有當地風情的 然後大家就穿上 這個統一的裙子 在那天就在歌在舞 我們就跟他拍了個視頻 大家都開心得不得了 所以後來我們也提了一個 特別有力量的我覺得 一個口號叫 Together we can 就是我們在一起 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 就是很有力量 Together we can 呂翠峰創立的思瑞物流 經過了近20年的發展 已成為擁有11家 國內分公司 17家海外分支 與超過200家海外代理 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 新興一體化物流供應商 呂教授其實對於 對於跨國企業來說 這種跨文化的管理 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 您有一些什麼樣的意見 或建議嗎 從貢情挑戰來看 全球跨國公司管理 跨文化管理 或者叫跨文化的HR 其實是很難做的 比如有的公司 講究股東文化 對 有的公司講究員工文化 日本比較重視這個 日資比較重視 那中國企業到底是什麼呢 這個我覺得是個新課題 那麼呂總他們的實踐 其實回答了這些問題 比如呂總比如說在 在國有企業工作過 國有企業在很大程度上 是它單位子 你覺得這個單位 是跟你家一樣的 有什麼事找它 所以你從國有企業出來 自己創辦民運企業 其實你在你不自覺當中 可能就帶有這樣一種先天 你過去工作的一種底色 而且非常就是體現中國特色 我們講中國企業 跟其他企業有什麼差別呢 在這個方面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 而且其實我們看 整個這個思維物流 在非洲的發展 也可以發現 其實呂總的這個管理方法 是非常有成效的 應該說是在非洲 建立了一個非常完備的 這樣一個物流的體系 所以我也好奇 在非洲這樣一片大陸上 要去建立一個非常完備的 物流體系 它的挑戰是什麼 那片大陸呢 應該說機遇和挑戰是並存的 在那個大陸上呢 你會發現說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中國改革開放40年 你去看一下我們的高速公路 我們的不管是從鄉間小道 到我們的國道到省道 都是非常非常完善 非常通常的 但是你到了非洲那樣的國家 你會發現說 不要說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這個道路 那有的時候一個國家之內 它這個城市和那個城市 它也是不通路的 你就想像物流 它的確存在了很大的機遇 但是它對我們來說 也存在非常大的挑戰 那麼同時呢我們也會發現說 如果跟他們去合作 他們提供的這種服務呢 可能是我們中國的客戶 有的時候達不到他們的要求的 標準的 那所以就乾脆我們就 自己人派出去做熟地化的管理 那同時呢 我們自己在海外有些基礎設施 包括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流程 或者相關的管理 我們自己都輸出去 然後呢盡量用中國的標準 去進行當地的這種管理監督和對接 通過我們中國的這種理念走出去 我們能夠在原來基礎上 上一個比較大的這個台階碼 應該是這樣 歡迎回到本期中國經營者 今天做客本來目的嘉賓 是有著非洲女王之稱的 呂翠峰 隨著非洲物流業務的深入 呂翠峰越來越感到 非洲的市場和業務大有可為 2016年 他創建了電商平台果瑞科技 通過和非洲 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企業 政府機構 農業協會等合作 把當地的優勢農產品 進口到中國 我們看呂總一路的這個創業的經歷 您在2016年又創了一家平台 叫果瑞科技 這是一個歐托的電商平台 把非洲的非常優質的農產品 帶到中國來 為什麼會想要從這個物流這個領域 就開始進入到這樣一個跨境的 這樣一個電商的平台的創業方向 實際上這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 自然形成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因為一旦我們做物流 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們會接觸各行各業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更多的都是中國的東西 走到非洲去 比如說中國的基建 中國的電子產品 中國的農機具 這樣我們中國這個什麼傳音手機 就說在非洲也是 叫非洲手機 做得還是非常好 對 那麼很少有東西能夠回來 除了可能那時候礦 可能剛剛也開始起步 那麼最近上整個非洲大陸 它都是一個農業的這樣的一個大陸 它的農產品實際上是非常有優勢的 那這種情況下我們感覺說 可不可以把這些 通過我們 因為本身我們也租流 同時我們對這個國家特別了解 可不可以把它進入到中國來 把當地的經濟 也可以帶上一個新的台階 這也是當初我們一個 非常樸素的初心 但是說到做跨境電商 它有兩個非常核心的挑戰 一個是物流 一個是供應鏈 那物流我相信 李總肯定是非常專業的 但是在非洲這樣一個國度 要進行農產品的 供應鏈的標準化的 食品安全的 這個一系列的管理 我覺得對您來說 又是一個新的課題 是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如果我們要把這些農產品 供好地進入中國 我覺得前提有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如何去標準化 能夠讓適應 中國的海關的需求 簡易簡易的要求 同時能夠達到 中國消費者的一些要求 這個不是一天兩天 短時間內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這個過程 可能我們可以讓它 利用中國的這種 40年的發展的這種經驗 我們可不可以讓它去縮短 這樣的過程 我覺得可能中國 或者中國的企業 還是完全可以和非洲一起聯手 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其實我也關注到 在2018年的首屆的這個 上海進博會上 當時肯尼亞的總統 是帶著60多人的這個代表團 一起 跟我們李總的果瑞科技一起 來進行了這個非洲農產品 進入中國的這樣的一個發佈 所以我相信 李總您在工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會跟很多的 這些非洲的國家元首 進行交流 是不是也會有跟他們 進行這樣一些 關於共建共商的溝通 是 我覺得以前做物流的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 非常深刻地認識到說 到底當地的政府要什麼 他們關注的是什麼 但當真正我們開始做了農產品的 進口到中國來之後 我們就非常深刻地感受到了說 當地政府它真正 它關注的是什麼 它每天思考的是什麼 我覺得對農業的升級 農業的工業化 對他們來說 是目前現階段 幾乎所有的非洲政府 都要在高度重視和深入思考的問題 我去年去到台塞尼亞農業部 我一走進農業部的那個大廳 他在牆上有句話 那句話他用當地語言寫的 翻譯過來就是說 農業是一種生意 那我就覺得說 的確是他們就作為一個 國家的戰略問題 來考慮就整個農業的發展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我們做的這個事情 可能就在這個現階段正好 契合了當地的這種國家戰略 比如說我們去烏干塔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是 中國一個企業已經開始投了一企 我們是希望跟他一起去參與二期的這個建設 那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穆薩維尼總統就參加了我們的雙方的簽約儀式 他就會問我一些問題 他比如說你做這件事情 你到了中國之後 你怎麼銷售啊 對吧 我就會跟他講說 他很落地 他覺得你千萬不要跟我只是做一個簽約儀式 我覺得我要落地 對 你是怎麼銷售的 那我會跟他講 我說我是online 我是在線上銷售 也有offline也在線下的 後來我也去了他們的將軍的家中 也去家中做客吧 真的是我覺得那麼高的一個將軍 他就會跟你說 我親手給你煮個咖啡盒 走的時候就會送很多的這種公佩好的咖啡 說你帶走你嘗一下 可以回去給你的朋友也嘗一下 那這是什麼 這就是一種營銷吧我覺得 那更多的是說他們也是無時無刻的在想著說 把他們的這個優質的產品 帶到世界各地的這種真正的渴望 我覺得還是對 余教授我覺得剛才這個呂總的這段分享 其實我聽完之後感覺挺驕傲的 我覺得確實大家非常的想要中國的市場 而且如何去通過科技的創新 去走入中國的市場 我覺得這個都是我們中國民營企業在海外 非常大的機會 對 目前整個中國市場 在全球這個體量包括吞吐量已經被充分認可了 我們十來年前做過一個研究 就研究非洲為什麼沒有發展起來 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 就非洲所有出口的礦產 包括石油 包括鑽石 我們所熟悉的 最後都換成進口糧食 都自己吃了 糧食不能自給自足 就過去很大的地方非洲有饑荒 那這兩年你就發現這個很少 為什麼 農業發展起來了 發展起來以後就需要輸出 那就需要這個通道 你只要找到中國這個市場 也就是你賣什麼都把你消化掉 就只要你產品足夠好 所以你會發現這兩年 不僅是非洲 包括亞洲 其實包括亞洲 東南亞的水果 你包括我們說的小龍蝦 就這一類的 傳統上三文魚就這一類的 原來不是中國最常見的 銷量在國內一樣很大 帶動了整個這個食品 加工業的整體的成長 你在中國做過生意 你發現在哪做都比較小 因為人口群太大 你也可以人口群做很多分成 你還可以做分成 這一個分成就相當於 別人一兩個國家 你就足夠你深耕經營的 歡迎回到中國經營者 從本期節目開始 我們將持續報導和關注 過去幾年積極拓展海外市場的 中國企業家 據商務部統計 我國已經連續15年 保持非洲最大貿易夥伴國地位 中非貿易往來 主要集中在建築 運輸 旅行服務 電信等領域 中非雙邊貿易額在2022年 達到2820億美元 相比2016年翻了將近一倍 過去十幾年 旅翠風們走進非洲 走進東南亞 走進各個星星市場 不僅實現了中國企業 海外市場的高速發展 也帶動了當地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跟著李總一起去 回顧了您的創業的經歷 我們會發現其實我們中國企業的走出去 它不是簡單地走出去 對 它是要扎下去 是的 在當地生根 對 而且真正地去讓我們能夠長久地 可持續地連接在一起 對 形成一個雙向奔赴的這樣一個狀態 那我知道其實李總 您在海外的這個版圖 不僅只是在非洲 在東南亞的國家 似乎也是您在近幾年比較關注的方向 是 可以跟我們稍微分享一下嗎 好呀 東南亞呢 它因為隔著中國比較近 因為我們的很多的生活習俗 我們的膚色 其他的一些理念都是相似的 所以中國企業往海外走呢 第一站可能更多地就去東南亞 這幾年 我們就發現說兩個趨勢 一個就是農園和新農園行業 比如說這種風電 太陽能光伏 這些在東南亞還是處於這種 我覺得非常快速的這樣的一個發展階段 包括印尼 它的那邊的一些煤炭 涅礦 這些方面的這種野鏈 這些就是農園類這種方面 也是特別的芳心慰安的 那麼還有一個方面呢 就是中國大量的工廠 它會外遷到東南亞去 因為基於中國的 這個供應鏈的這個 對 溢出 是的 供應鏈的溢出 那麼企業也從各個方面去考慮 那麼他們也會把一些工廠 也許在建分廠 也可能是搬遷都有 那麼到東南亞的這些不同的國家去 從去年開始 我一直說2023年可能是中國 出海的原點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觀點 那麼到了2024年 我覺得整個你會看到說 出海已經成為中國企業的必選項 去年我們也跟很多的中國的團隊 包括也跟他們做了很多對接到印尼去 我今年6月份我還會再去 那我覺得我們印尼當地的團隊 也幾乎每天或者每周都在接觸很多 到達東南亞去進行考察 或者進行當地要來建廠的 這樣的一些中國的企業 應該說這一場出海 我覺得是中國企業走向全球化 走向國際化轟轟烈烈的 那麼一場行動吧 我覺得這也是中國企業更好的 讓自己變成一個全球化企業的 一個很好的契機 余教授就像剛才呂總談到的 其實對於很多的中國的出海企業來說 其實東南亞是大家會比較多的 去選擇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所以您有什麼樣的一些觀察和建議 我覺得操作的細節問題 呂總剛才都講了 我講高一點的就是我會去看 就是說這個國家 你所在的投資國 就是你去的那個國家 它的政治是什麼情況 經濟它是跟誰合作比較緊 你首先要做一個戰略分析 第二個就是它的法律健全程度 因為有的國家 比如說特別是 全世界法律體系都不一樣 你比如說同樣的環保的問題 有人這麼認識 有人那麼有的有法律 有的沒法 所以你一定要個案分析 所以動態分析 我覺得可能是適合對中國企業來講 在出海來做評估 很多被腦袋一熱跑去 啥也不知道 最後會發現 謀定而後動 對 要做前面做很好的一個深度分析 那麼再能 就是你幫我幫你一塊出海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今天我們訪談的這位呂翠峰 可以說是中國企業出海的 一位先行者 他在15年前就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他的15年的經歷 也可以說是中國企業出海的 一本教科書式的 這樣的一個案例 首先是自己的企業在中國市場 有了一定的競爭力 那麼沒有理由 不向更多的地方去發展 但是到了非洲之後 馬上碰到了他的第二步 他發現客觀的條件 需要他做很多改變 比如說當地的路如果都不通的話 那麼物流一定是要做調整 然後他發現了 當地還有一些軟件的情況 也需要我們做適應性的調整 比如說當地的人的文化 習慣 習俗等等 都需要去做尊重和改變 那麼做了這樣的一些 深入的融合之後 很快就進入了第四個階段 他對當地的政府 建立了一些溝通和聯繫 逐步地了解到 當地政府他們的需求 這就有利於更好的來完成 價值的避緩 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 第五步就是向全球 更多的市場去拓展 在李翠芬的身上 我們看到了中國企業家 那種敢於冒險 同時又善於融合的 這樣的一種探索和勇氣 那麼最近幾年 全球也有越來越多的地方 和中國經濟 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我想隨著更多的 像李秀芬這樣的企業家 帶著自己的能力和意願 不斷地去加入到 這個出海的浪潮當中 未來我們會把我們的鏡頭 對轉更多這樣的企業家 和他們精彩的故事 也期待大家繼續關注 好 非常的感謝兩位嘉賓 我覺得今天給我們帶來了 一期關於中國企業出海 非常高質量的價值分享 其實李總的和非洲的故事 讓我們看到了非洲的 更多的這種想像的空間 但是也看到了中國企業 包括女性企業家出海 更多的可能性 好 再次感謝兩位 也感謝觀眾朋友收看 本期的中國經營者 我是劉業 我們下期再見